- 但說回你最初入行, 文雪, 求證向你, Manny 最初是想著找你做個性的 - 是呀, 很害怕, 為什麼你會知道的? - 你試過音的 - 試過啊, 所以就不成功了, 很恐怖啊, 那個經歷 - 為什麼? - 我第一次入錄音室, 原來要戴著那個耳機, 聽到自己唱歌 - 接著我吐, 因為我聽到自己唱歌, 接著我舉手, 我覺得是書老闆 - 她說什麼事? 我說我要去廁所, 我想吐, 接著她說我開玩笑 - 接著我就衝出來, 吐了, 吐了, 她說你真的吐了? - 我說是呀, 我說應該是聽到自己唱歌 - 但那次試音... - 很靚的, 你想不想試一下? - 但那次試音不成功 - 算不算成功啊? - 我不試一下 - 大家可能播完之後, 我想拿了回公司 - 接著我很記得, Manny 之後有跟我聊一聊 - 她問我你喜不喜歡唱歌, 我說我吐了 - 接著Manny 說, 你做戲的, OK, 你拍戲吧 - 拍不到戲的, 才唱歌吧 - 是 - 可能才兼唱歌吧 - 所以大家對我唱歌都沒有抱任何的希望 - 但你也沒有希望過 - 前陣子我有的, 我自己舉手說 - 筆日成分, 每個人都唱歌, 我都想唱 - 然後導演看完之後, 算了不要搞我們了 - 堅持不讓我唱歌 - 但有人叫我唱歌的 - 我記得啊 - 蔡德財 - 是啊, 蔡德財很有眼光啊 - 他說, 你這些聲音, 真的很少有老牛聲唱歌 - 真是很有感覺, 很有味道 - 但他講完之後, 就沒有找過我了 - OK OK - OK - 零八年, 我就有份探班的電影 - 我還做了電影探班的時候 - 我就探過你做女主角的那齣電影 - 很想和你再起 - 很巧合的, 當時的男主角就是洪卓蠟 - 還有你現在的拍檔 - 陳家樂 - 是啊 - 十幾年 - 是啊 - 其實當時第一次做女主角的時候 - 一來就是電影女主角的那樣子 - 行吧 - 我不會想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是應該的 - 我以為每個人入行就要做一次女主角 - 但現在回想起, 哇 - 那時候的機會真的很難得 - 所以 - 其實呢 - 我們很想和你做一齊電影的時候 - 你知道電影要做一大輪的訪問 - 有我們三個, 陳家樂和洪卓立 - 那時候和家樂都很友善 - 但家樂就跟我說他很不開心 - 那段時間, 我不明白 - 為什麼呢 - 他說好像每次做訪問都是 - 你知道這行多現實 - 要搭上搭 - 他就覺得自己是個豬頭骨 - 是啊 - 或者大家都不太理會他 - 問問題可能你們兩個十條 - 他問一條 - 我不回憶 - 因為你第一次, 還要剛剛入行 - 你不會回憶這些細節的 - 但我現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就明白 - 其實我明白真的很難受 - 很現實 - 很現實 - 很現實的這行 - 所以我現在才明白 - 他那時候其實是去難捱 - 那段時間 - 但之後我都經歷過 - 當然啦, 因為你大約十六年來 - 你是有一些戲是做女主角的 - 當然啦 - 但中間又會跌下去 - 他有些叫大配角 - 甚至有些角色就是出來一場戲 - 是 或者沒有杯 - 我沒有杯的形容 - 即是茶水沒有你的杯 - 是啊 - 是啊 - 我們茶水拍戲 - 多數是茶水 - 有一隻杯還貼了你的名字 - 是啊 - 是沒有杯 - 有一段很長時間都是這樣 - 會不會很難受 - 我會覺得我自己演得很差 -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不找我演戲 - 或者整個名單上面都沒有我 - 意思是你一套戲要選擇人的時候 - 起碼有一群人 - 你連那群人裡面都沒有 - 沒有你的名字 - 我會很質疑自己 - 在哪個階段呢? - 入了行 - 入了行 - 幾年後 - 是三四年之後 - 三四年之後 - 是一段都很長時間 - 那段時間我就 - 我簡直會 -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 我簡直會自己去自展 - 有一套戲呢 - 我入了行都一段時間 - 我是好像一些突藥 - 去那套戲的門口排隊 - 填一張紙 - 我叫什麼名字 - 跟著 - 輔導演給你劇本 - 你就進去演 - 那次我是最開心的 - 反而為什麼 - 是因為我真的自己 - 不是因為我公司開 - 或者不是因為我認識誰 - 而是真的這樣 - 刷到一個角色回來 - 雖然那個角色 - 不是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 但是你會覺得 - 不是喔 - 這個真的是靠我自己 - 實力拿回來的一個角色 - 但為什麼你跟這些 - 例如叫做英俊 - 不會有一些 - 經驗交往過的情況 - 可能因為 - 其實 - 你是不是不社交人員 - 其實我不社交人員 - 但同時我想是因為 - 我們這一行太多漂亮的人 - 某程度上你已經過濾了 - 他比漂亮的部分 - 你不會覺得他有什麼特別吸引 - 你說齊家樂不吸引 - 不是 - 是不吸引 - 不吸引 - 他吸引了你的絲牙 - 是的 - 是的 - 所以 - 那種 - 想不想試一下 - 沒有啊 - 靈啊 - 我不是說謊 - 前陣子我在看的留言 - 連登 - 有一個留言說 - 我覺得他一定暗戀過陳家朗 -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我一定要暗戀過陳家朗 - 任由他和他們的相處 - 是真的 - 有些人也會覺得有點疲cz - 像我靈啊 還有圈內 我想我本身對圈內已經不太感興趣 所以你以往的男朋友算不算是一些圈外人 簡直是圈外 完全不關圈內的事 我見到一個比較圈外的才進營 你還是選那些的 總之不是圈內 因為圈內的男人實在太危險了 不關事 我不想話題一樣 我覺得很悶 我一定要在他身上認識這個世界 其他行業 你做什麼行業都可以 總之在圈內我就會覺得 又是講那些人 我覺得很悶 我不想 尤其是目前我更加不會選擇 所以沒有緋聞都很慘 是啊 究竟阿衛先生單身了多久 什麼時候 現在 你今天單身了 我今天幾個小時 現在有沒有感情生活 我盡量不說感情生活的原因 可以這樣說嗎 是因為我不想影響另一部 因為我結婚 應該這樣說 我結婚我一定會公開 但我未結婚 我堅持拍拖的時候我不公開 因為你永遠是拍拖 如果你公開後 你之後跟他分手 你只是這行 別人不是這行 你會影響別人一輩子 我想到很遠 他的小朋友出生 然後揭開 我爸爸曾經跟慧斯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不開心 你想太多 我真的想太多 但我不想 因為我經常都幻想 如果我揭開新聞 我爸爸曾經跟不知道誰在一起 我會不開心 我不想知道 我覺得我一定要保護他們 星光背後有我Michelle 惠詩雅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